一百年前的今天 正是蒙娜丽莎画像师而复得的日子 12号故宫博物院公开展示 100幅蒙娜丽莎的模仿画作 将让观众看见师切后的蒙娜丽莎 如何瞬间爆红 成为世界名画的历史背景 蒙娜丽莎她已经变成是一个 这样子美女的一个 或是这样一个画风的一个典型的代表 那今天这个活动呢 就所谓的2013年12月12日 刚好是蒙娜丽莎这一幅画 从罗夫宫被偷走之后 找回来的第100年 所以今天我们有很多的学生 来帮我们一起创作 他们心目中认为的蒙娜丽莎 那这个也呼应到了 这个展览的一个很重要的主题 蒙娜丽莎是不是只有 罗夫宫那一幅蒙娜丽莎 那她除了那么的神秘 那么的所谓的 有蕴染啊 或者是说有很多的密码在里面之外 近年来的这些艺术家们 对蒙娜丽莎做了什么样的改变 所以你可以看到蒙娜丽莎变小猪 蒙娜丽莎变胖了 或者是说像杜相在她的嘴巴上 画了两撇胡子 所以她叫做蒙娜丽莎长胡子 所以其实这个展览 除了告诉你很严谨的 文艺复兴时期 达威西他的作品之外 也告诉你 这一个影响500年来 艺术界很重要的一个画作 而产生的呼应跟结果 其实这是这个展览 最大的两个重要特色 无论是前卫艺术表现的嘲讽作品 还是安迪沃和笔下的商业艺术品 都能在不同艺术形式与风格中 看见蒙娜丽莎背后 所拥有的社会现象 甚至到了今天 成为人们都认识的蒙娜丽莎 此次也另外展示了 达文西的其他模仿作品 将带给观众不一样的艺术感受 台湾情报记者杜英广采访报道